前两年 我给你们说一个特别可笑的事 真的是太伤自尊了 说那个 哎呀 这个有点烦 我觉得我不想说 就说吧 就是我同时跟两个人好 你知道吗 而且是圈 圈里面的人 兄姐姐 当时我就懵了 我就问这是谁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了两个名字 我一个都不认识 然后我就问我经纪人 我说这俩人谁啊 测我热度吗 然后我经纪人跟我说 人家比你流量大多了 给我气的呀 我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可是我不认识他们俩 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这些人 真的是这么邪 我挺生气 我以为人家蹭我热度 最后合着是姐蹭他们热度 我不认识他们 真的是谣言 满分 往后 闭嘴 听不说 不能说话 皇上 您吃个巧乐滋吧 收拾口 请它 习经文旺 的 则 为何 ير 他们 分 宅 后 关 我 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有毒的吗 我知道是有毒的 很好喝 没有毒 没有 我希望你夺死了 真的 你这个演蛮劲爆的 我觉得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吧 这个问题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说那些话 我说你们有那么多秘密 大家都会绕着圈说 真的是很害怕 我懂 我懂那个点 并且我在这个圈子里面 站了三十年 我能不懂吗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忽略 他们的存在 就算他们在后面说一些 我永远不愿意听的 但我们作为艺人来讲 你如果没有他们在下面评论你 我们真的不是什么 不是说他们骂我们是对的 不对 是不对的 但是那又怎样 要不然你就离开这里嘛 不要让他说嘛 为什么我会打那么多灵蛋 你看见没有 因为我会觉得 大家都在回避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谣言所影响 因为再说一遍 他们真的是假的 没什么 你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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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干吗 你不过